4月10日下午,中国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尼泊尔政府捐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物资,并在西藏拉萨完成交接。 中国西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主任白曼·央宗在此间表示,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世代友好。 中国西藏自治区向尼泊尔援助抗疫物资,旨在表达对尼泊尔的支持与友谊,体现了中年人民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 我取相关部门和单位本着雪中送炭特事特办的精神,加紧筹集抗疫医疗物资,并确保相关物资按计划顺利到位。 希望此次捐赠的物资能帮助尼泊尔朋友缓解燃眉之急,为尼泊尔早日抗疫成功做出贡献。 尼泊尔驻拉萨总领事戈宾达巴哈多尔·卡尔基表示,在尼泊尔防控疫情蔓延的关键时刻, 中国再一次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再一次验证了尼中两国之间真诚的友谊, 诠释了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兄弟情谊。 今天,政府的地方自治疗的地方自治疗医疗物资, 据患,此次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泊尔捐赠的抗疫医疗物资将在第一时间 由露鲁通道运往尼泊尔。